這個也要跟大家抱歉 昨天那個場面我覺得是這樣 台上的人幾乎都是 可以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不過實在是一場鬧劇 不過那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回顧前一天藍白鍋會不歡而散 柯文哲雖然道歉 仍有不少怨言 坦白講 昨天那個場合是 一開始就是抱著踢管的態度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不管是涉及或是我們收入 我們真的非常誠心誠意 昨天讓馬總統在那邊孤等了五個小時 然後要馬總統過去 然後又要馬總統過去 我覺得對一個前任的國家英雄 是非常的不禮貌 貝柯鴻鬧劇一場 會有一不滿回嗆 不管怎樣都不該讓馬前總統 敢等現場 甚至看藍白鍋三方越講越火大 我要跟柯市長講 雖然我是同意的 但是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唸 通常這個是免罪跟側依在做的事 是經過你的同意才唸 我同意也沒有錯 對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才答應唸出來 柯文哲一聽完怒氣就上來 而在柯喉交鋒前 作為主人的郭台銘先對馬英九和朱立倫一陣狂酸怒氣 層層堆疊 辦婚禮的時候主桌主要大概都有時間排定 為了重量幾個不速之客 我們需要有時間 明報按扁 郭台銘頻頻強調訂不到房間 是意要馬住兩人驅坐收席 就讓藍儀怒批 根本故意涉局 好像我們走進了一個軍越的鴻門宴 所以公開的場合都能這樣 這麼的囂張跋扈了 不再留情面 國民黨開撕磕鍋 強調已經堆疊善意到最後 柯文哲則說 很努力要讓藍白河成功 誰都不想背上整合破局這鍋 TV新聞中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